新北市政府113年度推动区及灾害防救及防灾社区计划 汐止区公所在江北市民活动中心就举办了自主型防灾社区课程 现场除了有专业讲师 另外包括消防局第六大队及防灾单位都出席参加 除了汐止之前淹水还有上星期的大地震 主办单位都希望透过课程让民众了解灾害 进而学习防灾自救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一起来参与我们江北里的一个防灾社区的第一堂课开始 那因为相关的一些防救灾的工作 我们希望说能够配合我们相关的一个救灾政策 能够把量能能够落实到我们第一线 那也谢谢我们里长 以及我们各位乡亲 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我们的防灾社区的课程 我们期盼就是借由这样的相关的课程 让我们大家能够学习自助 互助 工作 能够达到防灾的工作 最近天灾地变的时候也变化了很大 让这些乡亲能够制造一些常识 过去江北里就是在西湾路这一段 一五乡这个就是淹水区 淹水区不管怎么样光光下来的时候 水就暴涨了 这个西湾路这边或货贵重量到这几点 包括四一八像山上的时候都有土石流 那现在几年来一下也感谢工所他们有改善 把水沟做大了又改善了 那排水系统也都改善了 西子区公所从107年起持续配合新北市政府推动防灾社区认证 西子区至今已经建立15处防灾社区 两处任性社区 并且也和9间大型企业签署企业防灾合作备忘录 而这次深入社区办防灾课程也实地带着学员们到户外踏查 进行灾害环境诊断 那里长这次选的地点都是之前容易的积淹水区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这一代的过去的这个地方就是常常淹水区 让大家知道回过去一下 那这次的讲学会长大 让大家能够知道一些很多的知识 防灾的知识 防范那个灾害的有指导老师来教教导我们 当然这个收获很多啦 对灾害的防疫还有说保命的这个一些技能 都有很大的收获 邀请专业老师讲解灾害种类如何防灾等等 并且安排灾害环境诊断 民众说收获很多 这场欢迎联系组采访报道